第二课 金色的草地 我们住在乡下 窗前是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长满了蒲公英 当蒲公英盛开的时候 这片草地就变成金色的了 我和弟弟常常在草地上玩耍 有一次弟弟跑在我前面 我装着一本正经的样子喊 谢廖上 他回过头来 我就使劲一吹 把蒲公英的绒毛吹到他脸上 弟弟也假装打哈欠 把蒲公英的绒毛朝我脸上吹 就这样 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 给我们带来了不少快乐 有一天 我骑得很早去钓鱼 发现草地并不是金色的 而是绿色的 中午回家的时候 我看见草地是金色的 傍晚的时候 草地又变绿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来到草地上 仔细观察 发现蒲公英的花瓣 是合拢的 原来蒲公英的花 就像我们的手掌 可以张开合上 花朵张开时 它是金色的 草地也是金色的 花朵合拢时 金色的花瓣被包住 草地就变成绿色的了 多么可爱的草地 多么有趣的蒲公英 从那时起 蒲公英成了我们 最喜爱的一种花 它和我们一起睡觉 和我们一起起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